大家好,我是鸭鸭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款男女都可以戴的帽子 这款帽子你把它这个帽颜放下来 就像一个渔夫帽颜 如果你把它卷起来,男士戴的话 也是非常好看的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所需要的材料 毛线我用的是这种粗的毛线 大家手边有粗的毛线就可以 钩针想用的是4.5毫米的剪刀 帽子是环形起针 我们用右手捏住线头在左手的食指上绕一圈 然后将这个线圈拿下 将线在左手的小拇指上绕一圈 从中指和食指之间穿过 然后拉下这个线 用我们的中指和拇指捏住这个线圈的交叉处 接着勾针穿进线圈 针放到线的左侧 我们绕线带出 接着我们勾两针锁针 绕线带出 一针 两针 接下来我们需要在这个线圈里面编织 12针的长针 我们绕线 穿进帧目带线出来 针上呢 现在有三个线圈 我们绕线穿过前面两个 再绕线穿过后面两个 这个呢 就是第一针长针 也就是针下方的这个V字里面 我们先生朋友做个记号扣 接着我们勾第二针 第三针 大家就按这种方法一直编织12针的长针 在侧面一个V字代表一针 针上这一针不算 总共是12针的长针 长针编织完之后 我们可以将这个线头啊 给它拉紧 这紧一些啊 这个线圈就变小了啊 之后呢 我们于第一针 长针 做引拔针啊 也就是 我们记号扣记的这一针 这个是第一圈的编织方法啊 接着我们勾第二圈 第二圈的话 大家记住 每一圈的开始 我们都需要勾两针锁针的起立针 这两针锁针的起立针 不记在这个针朔内啊 接着我们在做引拔的针目里啊 也就是刚才做引拔的针目 这里面呢 我们勾出来 两针的长针啊 那这是这一排的第一针长针 在第一针长针这里 我们做一个记号扣 那我们数针说的时候 也是从记号扣这里数啊 前面的两针不算啊 这是一个针目勾了两针 下一个针目里面 接着勾两针 这圈就是这样的夹针方法 每一针里面勾两针的长针 这一圈呢 是12针的长针 这一圈我们需要加到24针的长针啊 大家去数一下勾完 针说不要错了啊 到最后了啊 我给大家讲一下啊 大家不知道这一圈的最后一针在哪里 就是最后一个针目 我们勾到哪里 这这一圈就结束了呢 大家看一下 我们开始的这两针所针呢 是从这个针目里面出来的啊 这个针目我们就不勾了啊 它在它的右边的这一个针目 是这一圈的最后最后一个针目 也就是这个里面 我们勾完最后两针就不用再勾了啊 很多新手朋友就喜欢把这个里面也勾上 这个里面呢 你勾上就会针数就会多 多了的话 它就会成一个这样子的种 就是勾出来 就每一行都在这价针 都有加上去 都要加上每一排都会价针 就会勾错 那大家就是还有一个最笨的方法 就是你开头已经勾对了 对不对 那你往后数 数到24针 走到哪里是哪里 就不要再 不要再滚它勾了 那我们这边 最后的两针补上 补完之后我们去数一下啊 数一下是不是24针 24针之后 我们就跟这个记号扣 的地方 做引发针啊 这第二圈也编织完了 接着我们编织第三圈 第三圈呢 是隔一加一啊 可能很多编织帽子的朋友 就会发现 其实帽顶都是一样的啊 都是一样的加针方法 都是开头都是12针 然后第二圈就是24针 第三圈呢 就是加12针 隔一加一 隔二加一 隔三加一这样子 就是每一圈加12针啊 那我给大家讲一下 隔一加一啊 两针 所针的起立针之后 我们做 在做引拔针的这个针目啊 大家看一下 做引拔针的这个针目啊 这个 我们在这个里面呢 勾出来 一针 第一针啊 新手朋友可以做个记号扣啊 那我们在下一针里面 我们勾一个 我们勾一个加针 在下一针里面勾一针 在下一个里面 我们勾两针 就是隔一加一啊 是这样子 一二一这样子 编织的啊 那就是勾完之后 我们大家去数一下 这一圈呢 是加了12针的啊 这一圈我们勾到最后 依然是在记号扣的位置 我们做引拔针 接着我们勾下一圈 第四圈啊 第四圈的话 我们是隔二加一 隔二加一就是 先勾一针 长针 第一针长针的位置 大家做记号扣 如果能 找到这个第一针的位置 也可以不用做啊 接着我们 下一个针目里面勾 一针长针 我们这样子连续勾了 两针的这个正常的长针 在下一个针目里面 我们勾两针长针 这个就叫隔二加一 就是这两针 是正常的长针 就是一个针目 对应一个针目 一一针长针 两针长针 然后在第三个针目里面 我们勾两针长针 这就是隔二加一 大家按这种方法 将于这一圈编制完成 编制完之后 又加了12针 这一圈的话是48针 这一圈编制完之后 还是在做 记号扣的针目里面 做引拔 接着我们勾下一圈 下一圈 先是两针锁针的起立针 然后在做引拔的针目里面 勾第一针长针 这一圈呢 我们是隔三加一 隔三加一呢 就是连续勾三针 不加不减的长针 就是每一个针目里面 对应一针长针 一针两针了 然后三针 三针之后 我们在第四个针目里面 加一针 大家按这种方法 就是一一 隔三针 一一一二 这样子去编织 编织完以后 又加了十二针 加了十二针之后 是六十针 第五圈勾完之后 我们还是在做 记号扣的针目里面 做引拔针 如果您的头位是比较小的 那我们帽顶的部分就勾五圈 一二三四五 五圈 然后六十针 如果是头位比较大 或者是给男士编织的话 那就是再勾一圈 我们接着勾下一圈 隔四加一 隔四加一呢 就是跟前面的方法 都是一样的 一二 下一个针目 三 再下个针目 四 看也就是上一排加针的位置 这两个加针 对应的这个针目里面 这个我们要加针了 隔四加一 就是这样子的编织方法 大家将这一圈编织完 编织完之后是七十二针的长针 六圈之后呢 是七十二针 那七十二针帽顶的部分 我们就完成了啊 接着我们勾这个帽织 帽织的话就是 是始终是七十二针 就不加不减了 但是勾的方法有些不一样啊 就是不是一直是勾这个 正常的长针了啊 我给大家做演示 先两针锁针的起立针 我们在第一针长针上面 勾正常的长针 第一针长针的位置 左接号扣 接着我们在 下一针长针 我们勾一针 外勾长针啊 外勾长针 接着下一个针目上 我们勾一针 正常的长针 在下一针里面 我们勾外勾长针 外勾长针啊 从右往左 传过来 然后带线 稍微拉长一点啊 别让这个长针太短了啊 接着下一针上面 我们勾正常的长针 在下一针里面 勾外勾长针 大家按这种方法 就是一针正常的长针 一针外勾长针 正常的长针 外勾长针 这样子将这一圈编制完成啊 这一圈呢 不太好勾啊 因为要勾外勾 还有要勾正常的 有时候可能针目会错哈 我也会错 你看一下啊 这边两个挨得很近的 突出来的 这一针肯定就勾错了啊 你看这边的都是正常的 要凹下去突出来 凹下去突出来 到这里 他们两个还挨着很近 肯定是针说勾错了啊 这边都是勾的对的 需要拆了再勾 这一圈最后一针啊 是这个外勾 长针啊 大家勾的时候 边勾边看一下 是不是一个凹进去 一个突出来的 这种情况啊 不要勾错哈 不要勾了 很长了 像我一样勾得很长了 反正勾错了 还要拆 接着我们跟第一针啊 做引拔针 这样我们这一圈都是 刚好这边是一个 最后一针是外勾 这边是一个正常的长针 接着我们两针锁针 起立针 之后 还是在正常的 长针上面勾长针 外勾长针 上面勾 外勾长针 然后长针上面勾 长针 就大家按这种方法 一直编织啊 冒绅都是不加不减的 然后再这样子编织啊 我们编织 编织多少圈呢 我们是总共 加上冒绅 我们总共编 14圈哈 1234567 大家可以从这边数哈 数一下哈 1234567 这是第八圈 那我们就是总共高 14圈啊 总共加上冒顶哈 总共够14圈 我也往下勾了 总共这是勾了15圈啊 嗯 我嫌这个太强了 又多过了一圈啊 大家可以数一下 123456 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可以数这样子 凹下去的啊 12345678 9 10 11 12 13 14 15 够了15圈 那就是大家也可以 勾14圈啊 接着我们勾 下面的一圈 冒盐啊 冒盐也需要加针 我们还是两针锁针的 起立针 然后在第一针里面 勾一针长针 下一针里面 外勾长针 再下个里面 正常的长针 我们就是勾6针 正常的针 也就是内钩 也就是正常的长针 勾长针 外勾长针的地方 勾外勾长针 我们大家可以数一下哈 12345 6 6针之后 我们在这个长针的地方啊 加一针 6针正常的针数以后 在长针的位置 加一针 我们加针的地方 都是在长针的位置啊 外勾长针这里 不要长针 也123456 6针之后 加针 接下来 1 2 3 4 5 接下来我们是5针 加一针啊 因为这样子刚好 就是在这个长针的位置 加一针啊 然后再数一下啊 接下来都是5针 加针啊 12345 在这个里面加针 12345 在这个里面加针啊 接下来都是勾5针 加一针了啊 大家按这种方法 编织完成啊 加了最后两针之后 还有一针 这个外勾 就直接勾一下就行了啊 那这一排编制好以后 我们下一圈就是 就是在每一个针目 对应一个针目的 就是一针上勾一针 然后之前这边不是有勾两针 加针吗 这上面也勾一针 对应一针 也是勾两针啊 这一圈就是 正常的长针上面勾长针 外勾长针上面勾外勾长针 将这一圈编制完成就可以了啊 这一圈勾完之后啊 我们就在头上试一下啊 看这个深度合不合适 合适的话我们就给它引拔 断线就可以了 如果不合适就再勾一排 不加不减的啊 然后 我们是 勾一针引拔着 然后将线剪断就可以了啊 这样这款帽子就编制完成了啊 好了啊 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啊 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评论区里面问我 有喜欢编辑的朋友记得关注我哦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